第四千三百四十一章威逼 此时 在那仙尊山外 众人皆被从仙尊山中传送了出来 无论是血黄 是黄等人 还是生黄 金翅族黄等凌晨同盟之人 全部都被传了出来 可恶 被传送出了仙尊山 血黄的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没想到 他们这次仙尊山之行 竟是空手而归了 毫无收获 反倒是让外来者 这群他们眼中的蝼蚁 反而诞生了一位仙尊出来 岂有此理 血黄 你为了此次仙尊山之行 恐怕是费尽了心机吧 结果到头来 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沦为了笑柄 虽然自己也并没有能够成为仙尊 但能够看到血黄吃鳖 金翅族黄还是相当开心的 而且 这次不光诞生出了夜玄这位玄法仙尊 夏云星这位真理仙尊 也回归了仙尊山 两位仙尊都和凌晨有关 都是外来者 是他们金翅皇族是盟友关系 金翅族黄 你的一个什么境 此次仙尊名额 和你混沌神山无半点关系 全都便宜了外来者 却黄冷声喝道 这显然是外来者的阴谋 那真理仙尊是凌晨那小子的老婆 他故意将新的仙尊名额给了外来者 而不是你们这些所谓的盟友 这一切都是凌晨小子的阴谋 他早就算记好的 就算是这样 你们还是打算和这小子称兄道弟 情义深重吗 这话一出 令天邪魔皇和海皇等人 皆不由眉头一皱 这一次 凌晨的确是起了太关键的作用 几乎是成了这次仙尊山开启的控局者 不过让他们好奇的是 凌晨为何不让真理仙尊出手帮自己 而是去帮叶玄 让凌晨自己成就仙尊 不相吗 还有什么事情 能比自己成就仙尊更重要 凌晨 凌晨人呢 就在这时候 众人才发现凌晨根本不在此处 除了那两大仙尊之外 就只有凌晨不在此处了 所有人都感到有点离谱 说好的只有两大仙尊留下呢 怎么凌晨那小子也留下了 仙尊山内 凌晨兄虽然不是仙尊 但你却属于我们仙尊山 不料 死亡仙尊却笑盈盈地看着凌晨 这次回归仙尊山 对我们所有仙尊而言 都是一件喜事 这是什么意思 凌晨脸上露出了一抹诧异之色 难不成 他也是仙尊山的一位仙尊 他一脸疑惑地看向了旁边的夏云星 我也不太清楚 夏云星摇了摇头 如果凌晨也是一位仙尊的话 那按理来说 他们之间应该存在感应才是 但是 他在凌晨身上 却感受不到任何的感应 说明 凌晨应该不是仙尊山的仙尊之一 而且 死亡仙尊也说了 凌晨并非仙尊 那为何将他留下 凌晨两眼唯唯咪起 这死亡仙尊 究竟想干什么 放心 凌晨兄 本座没有恶意 死亡仙尊笑着摆了摆手 本座只是想 将你留在仙尊山做客而已 留在仙尊山做客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凌晨眉头皱了起来 阁下要是不说清楚 我可要走了 死亡仙尊给人的感觉太过英致 对方恐怕没什么好事 这仙尊山 也给人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我们送你离开 夏云星和叶玄二人 看向了凌晨 知道了情势不对 要将凌晨送离仙尊山 只怕你们两位还做不到呢 死亡仙尊脸上 依旧是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他举手投足之间 却已经将仙尊山的空间封锁 根本不给夏云星和叶玄出手的机会 你们两个 才刚刚恢复仙尊实力 最好还是别动和本尊动手的念头 死亡仙尊摇了摇头 那你恐怕不能如愿了 夏云星和叶玄二人 兼面色一尘 两人随即便出手攻击着仙尊山的空间 但是 强大的死亡法则本源 却将整片空间覆盖 固若金汤一般 根本无法打开出一个缺口 你们两个 还是安静一点吧 死亡仙尊的眼中 陡然闪过了一丝力芒 显然是半点都没将夏云星和叶玄这两位仙尊放在眼里 随即他大手一挥 两条死亡锁链 便陡然将叶玄和夏云星这两人给束缚住 动弹不得分毫 死亡仙尊 你究竟想干什么 凌晨面色难看 此人如此肆无忌惮 让他的心中燃起了熊熊木火 本尊说了 就是想留你做客而已 死亡仙尊依旧是那一副死人脸 你离开仙尊山已经太长时间了 如今的太出仙界 已经秩序大乱 你必须留在仙尊山 维持天地的平衡 我有这么重要 凌晨纳闷了 怎么他不在仙尊山 太出仙界就会大乱 天地就不平衡了 然而死亡仙尊却已不打算和他废话 便大手一挥 一股浩瀚的死亡法则本源 便是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眼看着四面黑色海洋包裹而来 要将囚禁入一空间一般 凌晨 眼看着凌晨的身体 已经被黑色海洋所包裹 夏云星和叶玄二人 皆惊呼出声 却无能为力 想不到同是仙尊 他们二人的实力 竟是这死亡仙尊相差如此之大 就在这千金一法之时 凌晨的脚下 却忽然有着一团炽热的七彩猎羊 冲破了层层的束缚 突然出现在了凌晨的面前 是他 看到这一团七彩猎羊的出现 凌晨的眼睛默然一亮 这一团七彩猎羊 正是他在那仙尊山深处所看到的东西 之前他明明在仙尊山深处看到了此物 却被死亡仙尊所否认 没想到如今在这里 这七彩猎羊主动现身了 而且直奔他而来 凌晨当即首长探出 便一把将这一道七彩猎羊给抓住 顿时间 这七彩猎羊 便直接没入了凌晨的身体当中 一股浩瀚无匹的力量 在凌晨的体内席卷而开 让凌晨的身体 在瞬间发生蜕变 此刻 凌晨的气机 仿佛和整座仙尊山结合在了一起 整座仙尊山无比浩瀚雄魂的伟力 皆融入了凌晨之身 归凌晨所调动 感受到凌晨的气息变化 夏云星和夜旋二人皆震惊无比 此刻的凌晨不是先尊 但圣死先尊 第4342章先尊山真正的主人 现在的凌晨 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连他们两位先尊都十分忌惮 方才那七彩猎羊 究竟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使凌晨的气息 发生如此惊人的变化 得到了七彩猎羊的力量 凌晨瞬间底气十足 他一拳就将那一大片死亡海洋 给轰得崩溃了开来 黑色海洋被直接击穿 凌晨望着死亡先尊 眼神淡漠道 话都不说清楚 就想留别人下来做客 是不是有点太不礼貌了 还有 你为何要隐瞒这七彩猎羊的存在 这死亡先尊的一系列行为 都让凌晨十分费解 这七彩猎羊是什么存在 你应当比本尊清楚 死亡先尊不知可否地道 他是先尊山之灵 而你 则是曾经的先尊山之主 在死亡先尊的话音落下 凌晨的脑海中 也是迅速浮现出了浩瀚的资讯 关于先尊山的一切资讯 通过了解 凌晨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身份 也知道了这七彩猎羊的身份 他 乃是这先尊山最初的主人 而七彩猎羊 乃是先尊山孕育出来的先天之灵 至于其他的先尊 皆为后来所晋升 凌晨 并非先尊 但却是众先尊之主 只是 后来先尊山的先尊越来越多 才改名为先尊山 成为先界的至尊圣地 先尊山能够正常运转 乃至于整个太初先界 能够正常运转 一切皆因凌晨在 因为凌晨 才是法则的真正创造者 甚至后来 众先尊反克为主 想要反控制凌晨这位先尊山之主 将凌晨变成一个吉祥物 维持法则平衡 源源不断地提供法则本源即可 而凌晨 也正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吉祥物的身份 这才在众先尊之中 选中了一位年轻的先尊 也就是真理先尊 让其将自己带离了先尊山 并且 出手抹除了二人的记忆 永远不想再回到先尊山 然而 凌晨最终 却还是阴差阳错地回到了先尊山 而这死亡先尊 也成为了第一个发现他身份的人 死亡先尊淡淡地道 你可知道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 整个先尊山都乱了 法则失衡 便需要我等先尊出手 人为地进行干预 减少先界中的生灵 以减少天地间的变数 无量先界计划 正是为此而实行 在凌晨这位先尊山的定海神针离开之后 想要维持法则平衡 便只能靠先尊们的人为干预了 而他们所想出的办法 便是消灭掉所有不好掌控的生灵 来达到实现平衡的目的 本尊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住处 只有你留在先尊山 任劳任怨地奉献自己 才是对所有人而言最好的结果 死亡先尊脸上露出了一抹冷酷的笑容 从先尊山的深处 漠然延伸出了一条通道出来 在那通道的深处 俨然是一方死亡法则所凝聚的密闭空间 这犹如求是一般的密闭空间 便是死亡先尊为凌晨准备的住所 李平神们认为自己一定能赢得了我 凌晨却也是冷冷一笑 这死亡先尊也未免太过自信 似乎认为能吃定他了一样 主人就在凌晨眼神凝重的时候 他的脑海中却忽然响起了一道略显稚嫩的声音 是那一道七彩烈羊 也就是先尊山之灵的声音 凌晨心中一动 这死亡先尊之所以如此畅狂 是因为他知道 你已无法动用先尊山最强的手段 所以才摆出这么一副吃定你的样子 哦 凌晨的眉毛漠然一挑 先尊山最强的手段是什么 先尊山最强大的力量 在最身处的那道门里面 那道稚嫩的声音再度响起 门 凌晨的面色微微一变 那是一个连他都想努力忘却的东西 凌晨记忆最身处的一根弦 被触动了 门 那是一道连他都不敢轻易打开的门 门内的东西 是他一点点亲手封存进去的 那是一股任何人都无法掌控的力量 就连他这位先尊山之主 也照样无法掌控这股力量 所以他才会打造一道大门 将这股力量封存 甚至 还刻意封印了关于门的记忆 如今 被先尊山之灵提醒 凌晨终于记起了关于门的一切 而他看向死亡先尊的眼神 也是陡然变得犀利了起来 死亡先尊 你想要将我囚禁于你之手 恐怕不是为了维持所谓的天地平衡吧 凌晨的神色有些冷漠地望着死亡先尊 你的真实意图 恐怕是为了先尊山最身处的那一道门吧 听到门这个字 死亡先尊的眼瞳也是唯唯一缩 全集便似笑非笑地道 是又如何 门中的力量 乃是这太出先界之中 最为强大的力量 却被你给偷偷封存了起来 以此来保证你先尊山之主的地位 若那门中的力量 被本尊所得 那本尊就会成为先尊山心的主人 成为这诸天万界真正的至尊 死亡先尊终于表露出了自己的野心 他所寄予的 正是凌晨这位昔日的先尊山之主 最强大的力量 然而凌晨却摇了摇头 那门中的力量 就算是交给你 你也把握不住 把握不住 死亡先尊的面色陡然一沉 你瞧不起谁呢 本尊的实力 在众先尊中为最强 你该不会想说 这天地坚除你之外 便无第二人能够掌控这股力量吧 死亡先尊的脸上满是信誉之意 就算凌晨这么说 他也根本不会相信 其料凌晨却再度摇头 道 就算是我 也照样掌控不住 会遭到反噬 如今的先界之中 已无一人可承载这股力量 放屁 你说不行就不行 你以为你是谁 死亡先尊眼神之中 充斥着无尽的冰朗 本尊偏不信这个邪 本尊就要得到这股力量 既然你不愿交出 那我只能将你情下 慢慢拷问了 话音落下 死亡先尊的手掌一招 死亡法则本源之力 便陡然化为了一柄黑色巨帘 带着一股恐怖的死亡波动 向着凌晨斩了过来 第4343章6大先尊起线 凌晨同样手掌一招 手中多出了一柄七彩仙剑 一剑挥了出去 和黑色巨帘碰撞 两种法则本源的力量 陡然爆开 引发了法则风暴 将凌晨给阵飞出了数万里远 一击击飞了凌晨 死亡先尊咧嘴一笑 不动用门的力量 你根本不会是我的对手 这么多年过去 本尊的实力越来越强 而你则越来越衰落 到最后 你甚至不得不依靠真理先尊 逃出先尊山 宛如丧家之犬一般 你错就错在 不该和他人分享先尊山 这一块法则圣地 自己一人独尊 岂不妙哉 在死亡先尊看来 凌晨做了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 那就是容许外人进入先尊山之中 从先界之中挑选出了最强之人 赋予其强大的法则本源之力 使其成为了先尊山的主宰之一 生命先尊 光明先尊 黑暗先尊 起源先尊 包括他这个死亡先尊 都是如此 而每一个先尊 都承载着先尊山部分的法则本源 如此一来 先尊山中的先尊越多 凌晨的力量就会削减一部分 因此就算现在这位先尊山之主 回归先尊山 死亡先尊也根本不拒 白眼狼 听了这死亡先尊的公述 夏云星和叶玄两人却气得不轻 他们算是听明白了 凌晨给了这些人成就先尊的机会 但他们却反过来打起了凌晨的主意 将凌晨赶出了先尊山 起料凌晨却一点都不慌 只是淡淡地道 就算不动用门的力量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你 太小看我了 我之所以离开先尊山 是想彻底封存关于门的资讯 打消你们的念头 让你们众先尊合作管理太初先界 而我 当初本无回归先尊山之念 起料 数十个纪元过去 你们依旧还在惦记着此事 罗凡 身为先尊山之主 我现在宣布 剥夺你死亡先尊的身份 凌晨的话音 顿时犹如神域一般 在整座先尊山之中传荡了开来 死亡先尊面色一变 罗凡 毫无疑问 是死亡先尊的本名 这个本名 除他之外 就只有凌晨知道 没想到凌晨居然叫出了他的本名 看来是真打算要废除他这个死亡先尊了 仅仅这一句话 刹那之间 从先尊山深处 便陡然有着一股惊人骚动 与此同时 死亡先尊静感觉体内的法则本源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 虽然不多 但也损失了十分之一左右 让他的脸上难看到了几点 想不到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 凌晨这个先尊山之主 依旧还有着此等号召力 只是一句口语 便让他损失了不少力量 凌晨 你以为你还是昔日的先尊山之主 还想废除本座 先让本尊废了你再说 死亡先尊的脸上露出恼怒之色 他手握死亡镰刀 再度向着凌晨斩去 但这一次 凌晨确实冷冷一笑 反手便是一剑斩了出去 斩在了那镰刀刀锋之上 这一次 结果却是死亡先尊倒飞而出 双方之间的实力对比 竟是在这顷刻间发生了改变 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死亡先尊的脸上 满是浓浓的不可思议 凌晨不过就是从他的身上 抽走了十分之一的法则本源 怎么可能实力就提升这么多 净凌架在了他这的死亡先尊之上 奇妙 凌晨却冷笑了一声 道 我不仅抽走了你的法则本源 还抽走了其他先尊的法则本源 所有人的法则本源加起来 可就是一股十分可观的力量了 死亡先尊的眼瞳猛然一缩 先尊山的先尊 除他之外还有五位 凌晨各抽十分之一 那可就相当惊人了 但死亡先尊随即冷笑 可你知不知道 这么一来 你可就将其他先尊也都得罪了 他们当中 本来可还是有几位 对你态度相当同情的 同情 凌晨忍不住笑了 那几个人只是没你这么猴急罢了 要说同情 可就有些扯独子了 他们这会儿 应该都在暗处盯着 就等坐收余力吧 除死亡先尊之外 其他几位先尊 恐怕也都对门所封印的力量垂涎三尺 只不过还在隐藏自己 想要坐收余力而已 凌晨大人 我们可都对您情深意重 时刻关心着您的安危 您居然这么想我们 可太不够意思了 就在凌晨话音落下的下一刻 一道妖娆妩媚的女子声音 却陡然传了过来 她身穿着一席绿袍 身上散发出了一股浓郁的生命法则气息 生命先尊 夏云星和叶玄皆认出了这名女子 就是 凌晨大人 你说这话可太让人伤心了 我们可一直都在盼望你回归 希望回到从前的日子 先尊山崎有在你的领导下 才可蒸蒸日上 走向繁荣 又一位先尊出现 她浑身光明 一身白袍 身上散发出一股十分神圣的气息 光明先尊 凌晨大人 咱们完全可以坐下来好好商谈 没有必要搞得这么紧张 剩下的黑暗仙尊 喜元仙尊 天佛尊等人也相继现身了 一时之间 这仙尊山中 所有的仙尊几乎悉数现身 若是外界之人看到 一定会惊呼恐怖 如此阵容 紧接现身于此 所有的仙尊 似乎都对凌晨的态度十分友好 根本就没有要对凌晨出手的意思 若是不明就里的人 还真会以为这些仙尊都十分友好 是凌晨的老朋友 但夏云星和叶玄心中明白 除了他们两人之外 这些仙尊 皆为笑里藏刀之辈 他们看起来似乎非常友好 但实际上 却个个都想要从凌晨身上瓜分好处 得到这仙尊山之中 所封存的那一股恐怖力量 此刻的情势 已是相当紧急 对手可是这仙尊山的六大仙尊 面对如此恐怖阵容 他们怎会是对手 你们 当真如此渴望 获得那一扇门中的力量吗 望着面前这六大仙尊 凌晨摸了摸下巴 开口问道 第4344张门户中的邪恶力量 那是当然 死亡仙尊吃笑了一声 别说废话 只要你将那一扇门的位置告诉我们 我们必定不会为难你 凌晨并未理会死亡仙尊 而是看向了其他几位仙尊 你们 也是这个意思 那五位仙尊是有些汗言 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们需要那一扇门中的力量 来维系太初仙界的平衡 其料凌晨却笑着摇了摇头 你们对那一扇门的力量一无所知 若完全放出门内的力量 恐怕足以让整个太初仙界 顷刻间陷入大乱 对于凌晨这般中故 仙尊们却毫不理会 他们只当是凌晨的借口 不愿将力量交出来罢了 小子 你想敬酒不吃吃罚酒 死亡仙尊冷漠地注视着凌晨 玄机审然一笑 你该不会是想着 以自己一人之力 对抗我等六大仙尊吧 他承认凌晨这个仙尊山之主 的确还有一点余威在 但是 想要和他们六大仙尊抗衡 依旧是痴人说梦 门中的力量 究竟是灾祸还是凌晨 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你若迟迟不听劝告 恐怕我等也只能先礼后兵了 其余的仙尊之中 黑暗仙尊终于失去了耐心 脸上的笑容已经消散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阴朗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凌晨 那门里面究竟是什么 夏云星都忍不住传音问了起来 若真有什么绝世力量 你为何不动用这股力量 来对付这六大仙尊 眼见得这六大仙尊 都已经这般赤裸裸地威胁凌晨 若凌晨再不做出反应 恐怕真就要被这帮人拿捏了 因此夏云星觉得 无论那门中究竟有什么 凌晨现在都不能再想那么多 都要将里面的力量借用一下了 那股力量 的确非常强大 若利用那股力量 镇压六大仙尊 亦如反掌 凌晨语出惊人 让夏云星和叶玄皆瞪大了眼睛 那你还在等什么 他们表示不理解 凌晨却摇了摇头 道实话告诉你们 就算是巅峰时期的我 都无法控制那股力量 因为 那门内所封存的 是时间最为污秽邪恶的力量 每个纪元 我都会将这太初 仙界最污秽邪恶的负面力量 悉数封入门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门里面所封存的污秽邪恶之力 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恐怖的地步 这股力量 只能让它永远地封存在门内 不能打开这一扇罪恶之门 否则就是整个仙界的罪人 听得这话 夏云星和叶玄二人 这才消停了下来 他们眉头紧皱 为何不将真相告知六大仙尊 凌晨无奈一笑 这六人早都已经被鬼迷了心窍了 你们觉得 他们会听我的解释吗 二人沉默了 除非让这六大仙尊 见到门中所封存的东西 否则对方定然不会善罢甘休 就算是联手情下凌晨 严家拷问一番 他们也绝不会放过凌晨 既然今日注定无法再继续遮掩 何不放手一搏 夏云星传音给了凌晨 反正横竖都是死 总不能这么憋屈地死在这里 夏云星这话 却提醒了凌晨 既然横竖都是死 何不死马当活马医 凌晨的目光 豁然扫向了那死亡先尊等人 既然你们对那一扇门这么有兴趣 那便让你们看一眼吧 希望你们能迷途知返 不要一物再物 说完 凌晨便手掌一挥 去空陡然就扭曲了起来 随即他便带着夏云星和夜旋二人 以最快的速度闪身而出 消失在了虚空通道之中 追 死亡先尊等六大先尊 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凌晨三人逃走 他们也只是身形一闪 便进入了虚空通道之中 向着凌晨的气息追寻而去 先尊山最深处 这里是一片黑暗 虚空鸿蒙一片 在凌晨三人抵达之后 那死亡先尊等人 也是很快就追了上来 依旧对他们虎视眈眈 但是 众人却被一道宛如天幕一般的静置 给阻拦了下来 这是凌晨设下的静置 只有凌晨能够解开 原来门就存在于此处 死亡先尊的眼瞳微微一缩 这地方他并非第一次发现 以前他就来过一次 只是发现此地的静置 连他都解不开 便放弃了 想不到 门的位置 还真就在此处 凌晨 速速解开静置吧 黑暗先尊也显得迫不及待 凌晨面不改色 随即伸出了手掌 只是将手掌按在了静置上面 下一霎 静置便陡然拨动了起来 果然似乎是识别出了凌晨这位主人 敞开出了一道门户出来 随即凌晨便手指一引 门户轰然开启出了一道门缝 门缝之中 一缕缕邪恶的污秽之气 顿时就从那门缝中溢散了出来 门中的力量 乃是太出仙界之中 积存了上百个纪元的制邪智智慧之力 你们确定要将这些污秽之力全部放出 只怕你们这些人 没有一个人能够弹压得住 凌晨开口告诫道 然而他这一番话 却并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 既然你都能够弹压住这股力量 为何我们不行 少说废话 开门 六大仙尊不等凌晨再多说 便已是争先恐后地冲向了那一道门户 想要战的先机夺取这门内的力量 但是 就在这六大仙尊靠近门户的刹那 一股强大的力量便陡然宣泄而出 将六大仙尊给阵飞了出去 六大仙尊接到飞而出 凌晨大手凌空一挥 门户之中 一股惊人到极点的邪恶力量席卷而出 滔天邪威 顿时充斥了整片虚空 这股邪恶力量太过强横 就算是我一人之力 也难以承载 凌晨传音给了夏云星和夜选两人 我会将这股邪恶力量分成三份 由我们三人来分担 你二人做好准备 没问题 夏云星和夜选两人 见凌晨终于肯动用这门内的力量 来抗衡六大仙尊 顿时脸上就露出了一抹惊喜之色 高兴还来不及 第四千三百四十五张三大邪神 而且 这也是他们唯一有机会和这六大仙尊抗衡的选择 在凌晨挥手之间 从那门户之中 便陡然击射出了三道黑色光柱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没入了他们三人的体内 刹那之间 凌晨三人遭到邪化 整个人顿时就被负面情绪所包裹 这时间最负面的力量 此刻都是贯注到了凌晨三人的体内 仿佛要将他们三人的神智吞噬 变成三尊恶魔 三人的身体皆发生变化 其中自然以凌晨的身体变化最大 身体直接被拔刀到了数万丈高大 宛如一尊灭世之魔 一举一动 整座仙尊山都在站立 你们六个 现在终于满意了 凌晨宛如一尊顶天立地的唯恶巨人 双眼俯视着下方的六大仙尊 眼瞳之中 却是透露出无尽的冰冷 既然你们如此渴望门中的力量 那现在便让你们好好体验体验吧 凌晨手掌一抓 无穷的罪恶 诸如屠戮贪婪 美色全部化为了利器 在凌晨手中 化为了一把把利剑 向着那六大仙尊洞穿而去 此刻的凌晨 实力已不知提升了多少倍 体内散发出雄魂无匹的气息 即便是那六大仙尊 也已根本不敢和凌晨正面硬刚 夏云星和叶玄两人 此刻外表也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仿佛两尊魔神一般 就在凌晨的身后 协助凌晨在这仙尊山之中肆虐 三人宛如魔神降临 要毁掉整个仙尊山 而且随着凌晨这位仙尊山之主的邪化 整座仙尊山 也是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成了一座邪山 以惊人的速度被污染 感受到凌晨邪化之后的棘手程度 那六大仙尊的脸色 皆不同程度地难看了起来 怎会如此 他们根本没有料到 这门内所封存的力量 居然是太初仙界之中极恶的力量 太初仙界之中 诞生了多少生灵 多少强者 就会有多少罪恶 若这世间皆被罪恶所充斥 那么太初仙界 无疑将会陷入大乱 任何秩序都将无法再统治这片大地 因此若是将这世间的罪恶误会 全都封存起来 封静一道门当中 那么这世间将永远是善大与恶 才能维系正常的平衡 早知道这门里面的力量 是这世间极恶 他们何必如此执着 打这道门的主意 死亡先尊 这都是你的过错 黑暗先尊率先讨伐起了死亡先尊 要不是你说什么这一扇门里面 封印的是整个仙界最强的力量 我们怎会跟着你瞎胡闹 如今道好 逼出了这三大魔神出来 现在要如何收场 死亡先尊的目光一阵闪烁 沉生道 事到如今 就算是怪我也没用 只能先联手将这三人镇压 将这股嫉恶之力 重新封入门内 听得这话 其五大先尊心中不由骂起了娘 搞来搞去 还要将这股力量给封回去 这不是大傻叉行为 下几把折腾吗 别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你们要是人品高尚的话 也不会相信我的猜测了 对于黑暗先尊等人 死亡先尊却只是投去了鄙夷的目光 事到如今 既然猜错 那也就只能亡羊补牢了 五位先尊无言反驳 也只能憋着一口气 硬着头皮向凌晨三人出手 而等以为 这股力量是你们想放就放 想收就收的吗 凌晨冷冷一笑 此刻的他 俨然已是一副化身为大魔神的模样 眼中只有邪恶和杀戮 这门中的力量 当初可是他一点一点地收集而来的 经过数十个纪元的累积 这股协会之力 如今究竟强大到了何种境地 且不说凌晨本人 本就对这六大仙尊十分厌恶 如今这协会之力灌输全身 凌晨所有的负面情绪都被激发出来 哪还顾得了那么多 先将这六人斩了再说 邪神天法斩 凌晨大鹤一声 滔天剑意 便陡然凝聚成了一柄惊天剧剑 此剑中蕴含着无比阴冷的邪力 以一种铺天盖地之势 暴展向了那六大仙尊 六大仙尊皆吃了一惊 他们集体撑起了一道法则本源护照 宛如一道天幕一般 浮现在了他们的头顶 隔断了虚空 阻挡凌晨这一道致命斩棘 那一道惊天剑芒 悍然斩在了那法则本源护照之上 但是却并没有能够将这一道护照剖开 仅仅是令这一道护照扭曲凹陷了下去而已 稍后 夏云星和叶玄二人 也各自打出了一道攻势 落在了护照之上 双方激战 让整座仙尊山都剧烈战斗 山崩地裂 饶是以仙尊山的坚固 都承受不住双方的激斗 大片大片地崩溃 那一道法则本源护照 在被凌晨他们三尊邪神数次斩棘之后 终于是崩塌了下去 与此同时 凌晨只是手掌一招 仙尊山的力量 源源不断地注入了凌晨体内 为凌晨补充能量 提供力量源泉 在法则本源护照崩塌的刹那 六大仙尊悉数败退 六人脸上 揭露出了一抹震惊之色 他们本是这仙尊山的主宰 但是却发现自己已经根本掌控不住这仙尊山的力量 这仙尊山已然抛弃了他们 成为了凌晨的主场 这仙尊山的法则本源之力 悉数为凌晨所用 归凌晨随意调动 继续在这仙尊山之中 和凌晨交手 必会落于下风 一念即此 六大仙尊索性不在这仙尊山继续和凌晨战斗 而是默然催动法则本源 将这仙尊山的空间给撕开一个大口子 而后身形暴虑而出 竟是冲出了仙尊山 凌晨三人自然也是没有丝毫迟疑 便立即追了出去 此刻 在仙尊山之外 那些从仙尊山中出来的仙皇和仙王们 却并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依旧守在这仙尊山外 对于这次仙尊山的收获 他们显然还有些不甘心 以至于到现在 他们都还觉得 这次仙尊山之行还没有结束 他们还有机会 而且有一件事他们还没有搞懂 为什么除仙尊之外的所有人都出来 凌晨那小子却没出来 这仙尊山 还专门给凌晨那小子开后门了不成 这未免也太赤裸裸了吧 第4346张博命 对于这种结果 他们当然不服气 为什么 这小子可以如此特殊 就算是仙尊们也必须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轰隆隆就在他们心中正如此想的时候 空间突然扭曲了起来 宛如发生了风暴一般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通道 在那黑洞通道之中 忽然冲出来了六道身影 不是别人 却正是那六大仙尊 所有人皆瞪大了眼睛 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我没看花眼吧 居然是那仙尊山的六大仙尊 却黄两眼睁大 使劲地揉着双眼 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景象 仙尊山的六位仙尊 几乎从未离开过仙尊山 今天居然全部组团从仙尊山当值跑出来了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莫非是太出仙界 要爆发什么大事件了吗 就在他们正预上前发问的时候 那黑洞通道之中 却再度冲出了三道身影 这三道身影 邪恶 阴森 杀戮 血腥 各种邪恶负面的波动 从他们的身上散发出来 宛如三尊大魔神 三尊大魔神冲出通道 二话不说 便向着那六大仙尊追杀而去 那等可怕的气势 竟是将那六大仙尊给打得连连后退 抬不起头来 六大仙尊遭受猛烈攻击 显然竟不是那三尊大魔神的对手 怎么可能 一众太出仙界的顶尖强者 脸上揭露出匪夷所思的神色 在他们的眼中 六大仙尊代表的就是太出仙界的最高战力 世间无敌 怎么可能会被人给追着跑 从仙尊山中被追了一路出来 等等 这三个邪恶的大魔神怎么有点熟悉 万界城主看着这三尊邪气冲天的大魔神 随即双眼也是默然亮了起来 像不像凌晨真理仙尊 玄法仙尊他们三个 听得这话 其他人也是大吃了一惊 连忙打亮起了那三尊大魔神起来 本来他们只觉得万界城主所言荒谬 但当他们仔细地端详了一阵 那三尊大魔神的面目后 却忍不住惊讶到了极点 还真像是凌晨三人 这三人 怎会如此邪气冲天 变成了三尊大魔神 此三人已被仙界极恶之力侵蚀 变成了仙界大魔神 而等速速协助我等 灭此三魔 就在众人蒙逼之时 死亡仙尊突然对着众人历声喝道 被仙界极恶之力侵蚀 这所谓的仙界极恶之力这么恐怖 连仙尊都能侵蚀 开玩笑 凌晨三人现在连六大仙尊都能追着凯 让他们这些人上前 岂不是当炮灰 这死亡仙尊 其心可诛啊 死亡仙尊见众人都不是傻子 根本没有要插手的意思 当即也是面色一尘 这些习命的蚂蚁看来是指望不上了 不过死亡仙尊本来也没指望这些蚂蚁的意思 他只是打算让众人上前拖延个一时半刻 好为他们争取时间罢了 随我一起 斩此六人 这时候 凌晨片过头看了一眼下云星和夜旋二人 随即一股惊人的力量 便陡然从体内爆发而出 万恶之源 焚饰天灾 凌晨俨然是大魔神之手 而且是空前强大的大魔神 只是一声令下 三人便展开合集 释放出了一招极为恐怖的招数 凡是天灾 星界极恶之力 化为了火焰降临 当即宣泄成了一片火海 将死亡仙尊等六大仙尊给包裹了在内 六大仙尊被这火海烧得一阵乱叫 狼狈不堪 火焰之中 时间和空间法则都被冻结 这六大仙尊就算是想逃 也根本冲不出来 只能坐以待毙 至于那血黄等人 看到那火海席卷而来 则连忙远盾 哪敢停留半分 那些反应慢半拍的强者 只是被一缕黑色火苗沾染 身体便在顷壳之间化为了灰烬 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血黄等人 不由目瞪口呆 这火焰的威力也太恐怖了 若不及到他们这些先皇的身上 恐怕被蒸发 也就是一个瞬息的事情 凌晨 你不要欺人太甚 六大仙尊皆眼神英智地盯着凌晨 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本以为凌晨在他们手上根本掀不起任何风浪 却不料凌晨竟然引爆了门中的力量 化身为大魔神 要和他们于死网破 欺人太甚 凌晨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银鱼的神色 到底是谁欺人太甚 这可不就是尔登渴望看到的结果吗 魔将掌控仙界 魔将毁灭一切 凌晨的眼神充满了残酷和冰冷 对于毁灭仙界 毫不忌讳 说得好 原来凌晨兄弟还有这么霸气的一面 我真是欣赏死你了 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天邪魔皇 显然他对现在的凌晨非常欣赏 如果不是自身实力和现在的凌晨差距太大 他恨不得现在便进入境去 和凌晨并肩作战 祝凌晨大肆毁灭 大开杀戒 完了 仙界恐怕要有一场浩劫了 净赤卓皇和万界成主等人 心中却有种不妙的感觉 从凌晨三人的身上 他们都嗅出了一丝失控的味道 昔日理智的三人 如今 全都成为一星杀戮毁灭的大魔神 要将仙界剿个天翻地覆 怎会如此 六大仙尊 乃是仙尊山之主宰 他们在仙尊山中应该是无敌的才势 怎么反倒被这凌晨三人给压制了 仙尊山的法则本源 似乎并非是听命于六大仙尊 而是听命于凌晨 却皇很快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不可思议道 这六大仙尊 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连仙尊山的掌控权都失去了 那岂不是相当不妙 凌晨 你该不会以为 我们真没把握上你 既然如此 今日我等便不惜代价 为仙界除害 死亡仙尊六人被逼得没办法 眼神顿时就变得凌厉起来 下一刻 他们身上竟坚然起了熊熊火焰 这一次 六大仙尊显然也是彻底豁出去了 竟是不惜燃烧自身法则本源 要和凌晨三人搏命了 第4347章吞噬六大仙尊 燃烧了自身法则本源的六大仙尊 实力果然暴涨了一大截 他们的眼神竟皆变得疯狂起来 燃烧法则本源并非常久之际 他们必须要在短时间内 和凌晨分各胜负 面对着仿佛疯狂一般的六大仙尊 战局果然开始扭转 六大仙尊夺回了主动权 打出了惊人的法则本源之火 强行将那黑色火海给撕裂出一条通道 杀向了凌晨三人 六大仙尊皆化为了一头新龙形态 张牙舞爪 法力雄魂盖世 向着凌晨三人厮杀了过去 一时间 这仙尊山外的太出仙界 顿时天崩地裂 山河破碎 九人交手的于坡所过之处 太古仙山化为尘埃 无尽神海当场蒸发 化为了一团团气云 六大仙尊 根本就讨不到半点好处 但是他们却极为聪明 他们所针对的对象 并非是最强的凌晨 而是夏云星和叶玄这两位左右手 砰 砰 凌晨双拳同出 击飞了两头绝世仙龙 打飞数十万里之远 鲜血染青天 但其余四仙尊 在燃烧法则本源之后 宛如发狂的老虎一般 对着夏云星和叶玄两人穷追猛打 很快取得了战果 在启元仙尊一拳震破了 夏云星体表的魔罩之后 生命仙尊漠然迎送咒语 口中喷吐出一道绿光 射在了夏云星的身体之上 这道生命之火 却渗透进了夏云星的体内 宛如剧毒发作 让夏云星磨微大减 身体倒飞了出去 洒下了一片血雨 另外一侧 光明仙尊和天佛尊联手围攻夜玄 圣光和佛光 不断向着叶玄搅杀而去 磨灭他身上的魔器 叶玄抵挡不住 身上挨了数十下攻击后 便默然喷出了一口鲜血 和夏云星一样败退了下去 在六大仙尊薄命攻势之下 凌晨的左右护法先后败退 哪怕是有极恶之力加持 也依旧无法做到以一敌二 对抗两位老牌仙尊 而剑夜玄和夏云星皆败退 那六大仙尊的脸上 皆是露出了一抹惊喜之色 断去了凌晨的羽翼 只剩凌晨一人 便无异于瓮中之憋了 然而 就在这六大仙尊狂喜之时 凌晨的眼中 却陡然闪过了一丝决然 这六大仙尊已注定要算计 他这个仙尊山之主 近日若败 必会被这六大仙尊所致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双方只能存活一方 一念即此 凌晨双手几乎在同时探出 一股磅驳无匹的犀利 顿时狂涌而出 在虚空之中 形成了恐怖的漩涡 与此同时 夏云星和夜玄两人的身体 都感觉到那一股极恶的力量正在外流 正被凌晨给回收 重新涌入了那两道漩涡之中 进入凌晨的身体 凌晨 你这是 夏云星和夜玄二人 脸上皆露出惊恶之色 凌晨这是想要干什么 莫非是想要从他们身上 回收这股极恶之人 用他自己一个人的身体 承载这股力量 如果是这样的话 凌晨无疑有很大危险 不可 二人连忙传音凌晨 想要阻止后者 连他们三人 共同承载这股力量都够呛 更何况是凌晨一人 若强行回收这股力量 凌晨必顶凶多吉少 和颂死无异了 但凌晨却已做好打算 这六大仙尊不除 他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依照罪恶 净归五身 一声大喝 凌晨的身上 便有着一股惊人的吞吸力爆发而出 彻底将下云星和叶玄二人身上的 极恶之力 给悉数吸到了自己身上 一瞬间 凌晨仿佛化身为罪恶之神 他的气息 此刻也是提升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家伙 疯了 死亡先尊等人 脸上皆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没想到凌晨居然会将这极恶之力 皆惜扯到自己的身上 这小子 真的不想要命了不成 这家伙要自取灭亡 我等不必和他争一时胜负 先撤离此处 战必其风 死亡先尊立即通知其他五位先尊 显然是不打算再和凌晨纠缠下去 要准备溜之大吉了 如今凌晨的实力飙升 他们根本没有胜算 何况凌晨一个人 将仙界极恶之力给吸到了自己身上 拥有恐怖的力量不价 但凌晨的肉身必然承载不住 只要他们不和凌晨交手 避开一段时间 根本无需他们动手 凌晨自己就必死无疑 六大仙尊相当有默契 便皆催动自身法则 强行破开空间 欲各自逃窜去了 只是 他们还尚未脱身 凌晨的身体 却陡然仿佛化为了黑洞一般 将那六大仙尊的气息锁定 旋即释放出惊人的拉扯之力 竟是生生地将那六大仙尊的身体 从那时空法则通道之中 给强行拉了回来 给我吞 凌晨的身上 凶煞之气冲天 只见得他默然张开嘴巴 嘴巴宛如血盆大口一般 对着虚空重一吞 竟是将那六大仙尊的身体 给西数吞入了口中 在那血黄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 凌晨生吞了六大仙尊 将他一个接着一个吞进了嘴里 太凶残了 却黄只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心底深处泛起了一阵寒意 这未年也太过凶残 那可是仙尊山的六位仙尊啊 居然被凌晨给全部吞了 凌晨 你自己必死无疑 莫非是打算拖我们下水 让我们和你一起陪葬 做梦 被凌晨所吞噬 但是六大仙尊却并没有陨落 他们只是被凌晨给吞入了身体当中 所以仍然能够大吼大叫 攻击凌晨的魔区 在他们看来 凌晨已经是穷途末路 这小子是想拉他们垫背 他们岂能让凌晨得逞 在六大仙尊的猛攻之下 凌晨那万丈魔区 顿时似乎便被打出了好几个透明窟窿 六大仙尊都不是省油的灯 想要封印住他们谈何容易 但凌晨的眼神却极度冷漠 他早已有了计划 只见得他手掌一翻 那原本位于仙尊山最深处的门 竟然出现在了凌晨的面前 散发出神秘而浩瀚的气息 第4348章舍命封印 那一扇门出现后 凌晨的万丈魔区 竟直接纵身踏入了门户之中 六大仙尊 你们放出了仙界极恶之力 那便要为你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凌晨冰冷不含任何感情的声音传荡而开 我将以我自身为封印 重新封印这一扇门 你们六个就留在门内的世界 帮我镇压这股极恶之力吧 话音落下 只见得凌晨陡然双手结印 口中念动着仙咒 他的身体逐渐变得透明 涣散开来 似是要和门户融为一体 不 那六大仙尊皆惊恐无比 他们本是仙尊山的主宰 整个太初仙界的掌控者 他们怎么舍得放弃自己的至尊地位 被凌晨封在这门里面当囚犯 顿时间 六大仙尊便悉数发了疯一般 要冲出门户 只可惜 凌晨已经门户封得死死的 根本不给六大仙尊任何机会 他必须要在自身 彻底被这股极恶之力侵蚀 失去神志之前 将六大仙尊和这股极恶之力 全都给封印住 两者将会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 除非一方将另一方彻底给灭了 打破了平衡 才有可能攻破门户 但无论是六大仙尊 还是这股积累了无数个纪元的极恶力量 都不是那么容易被消灭的 何况 还有凌晨这个仙尊山之主在 如今将六大仙尊悉数封入门中 仙尊山的主人 便只剩下他 以及叶玄和夏云兴三人 他可以调动仙尊山的本源法则之力 加固门的封印 削弱平衡门中的双方力量 凌晨 不要 知道凌晨要以自身为封印 了结这一场仙界动乱 夏云兴自是不会允许 如此一来 凌晨兄多极少 他立即身形一闪 已是闯到了那一扇门户之前 但并未触碰到这一扇门 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阵飞了出去 不等他阻止 这一扇门户 便已是轰然关闭 随即随着时空的一阵荡漾 便回到了仙尊山深处 天地回归于平静 凌晨 望着消失的门户 夏云兴顿时感觉心中空落落的 随即便心痛如脚 凌晨 以自己为代价 结束了这场仙界的浩劫 重新封印了这数十个纪元所积存的几恶之力 也将他们的大敌 六大仙尊给封印在了门内 凌晨是为了我们 为了保护仙界才牺牲的 我们 不可让他白白牺牲 叶璇上前安慰夏云兴 虽然眼睁睁地看着凌晨以自身为美 牺牲自我 完成了那一扇门的封印 但是 叶璇却依旧有些不太相信 凌晨 就这么陨落了 那九大仙皇 三大混沌族皇等人 皆面面相许 眼中还残留着浓浓的震惊之意 方才的那一战 太过震撼 恐怕是足以毁掉整个太初仙界的恐怖一战 而最后的结果 更是让他们瞠目结舌 凌晨居然以一己之力 吞噬封印了六位仙尊 他们到现在都还有点没反应过来 这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凌晨吗 不过从刚才凌晨和六大仙尊之间的谈话 他们可以判断出 六大仙尊是放出了什么不该放的东西 导致凌晨三人变化为大魔神 如今落得这般田地 不过是旧游自取 但是 凌晨能够凭借一己之力 将六大仙尊给封印 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 这太初仙界 要变天了 六大仙尊被凌晨所封印 如今这太初仙界 岂不是只剩下叶玄和下云星这两位仙尊 雀皇和石皇等人 心中感到了一丝不妙 随即按搓搓地准备开溜 雀皇 喜料 他们还没有溜出多远 就被叶玄给一把叫住 我们的账还没算呢 你跑什么 叶玄冷笑着看着血黄 血黄暗叫不妙 但表面上还是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玄法先尊大人 您也是先尊之位 何必和我等小人物斤斤计较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是啊 玄法先尊 以先尊身份 为难我等 未免以大欺小 全法先尊 我等也都是受六大先尊之命行事 和你等为敌 并非我等之本意 如今六大先尊已被封印 人走再消 咱们之间的恩怨 也就不复存在了 全法先尊 真理先尊 今后我们就是你的仆人了 主人何须和仆人算账 您们说是吧 一众先皇 态度直接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更有无耻如雷煌 竟是直接向夏云星和叶玄二人表忠心 想要逃过一劫 然而 夏云星和叶玄二人 又岂会因为这几个家伙的三两句话 就赦免他们以前犯过的事情 此罪可免 活最难逃 夏云星的眼神十分冰冷 显然没打算轻易放过这血黄等人 而等住这为虐 罪行不浅 不夺你们仙皇之位 废去修为 贬为庶民 说吧 夏云星便直接御手探出 打出了一道法则神炼 从半空中暴事而出 将那血黄 使黄府 暗黄 雷黄 燕黄 以及吞天族黄六大仙黄 西数捆扶住 一听夏云星要废去他们的修为 将他们贬为庶民 血黄等人顿时慌了 真理先尊 我等之错了 还望先尊大人放我们一马 如今的他们 在夏云星这位真理先尊的面前 那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只能认其宰割 根本没有反抗的力量 任凭六人哀嚎 夏云星却只是大手无情地一挥 法则神炼 便陡然将那血黄等人的身体击穿 将这六大仙黄的身体悉数洞穿 废掉了他们的修为 同时将他们身上的本元灵珠全部回收 不 雀黄等人发出不甘的怒吼 可却无济于事 他们在被夏云星废去修为后 便像是垃圾一样被直接丢弃 吃去了仙黄的修为 彻彻底底地变成了普通的原住民 看到这一幕 其他仙黄皆胆战心惊 害得亡魂尽貌 六位仙黄 就这么被夏云星轻易递给废掉 本元灵珠被回收 就是这么轻而易举 像是大人惩罚小孩一样 完全没有反抗之力 这便是仙尊的力量 如今六大仙尊已被凌晨舍命封印 当今的太初仙界 便是真理仙尊和玄法仙尊 这两位仙尊一口说了算了 第四千三百四十九章令力仙皇 仙尊山外 却黄六人被废 其他仙皇的眼中 皆饭动着一丝惊恐之色 堂堂仙皇 本该是仙界霸主 但是在仙尊的面前 就是如此卑微 如此无力 任人宰割 真理仙尊攥着五颗本元灵珠 以及六道法则本元 目光随即就望向了那万界成主等人 他只是手掌一挥五颗本元灵珠 六道法则本元 便悉数飞了出去 万界成主得了一颗 北辰元密 佛剑先王 姚天先王各的一颗 四人得到本元灵珠的刹那 顿时实力大增 其中万界成主本就有仙皇实力 而其他三人 在得到本元灵珠之后 也是气息蜕变 以惊人的速度 成为了新的仙皇 南九江陵 叶星尔等人 都得到了一道法则本元 至于还剩下的一颗本元灵珠 真理仙尊打算留给徐若燕 让徐若燕成为新的一任仙皇 见真理仙尊一下子就将本元灵珠重新分配 等于剥夺了原先那几位仙皇的身份 搞出了四位新的仙皇出来 直接就是目瞪口呆 九大仙皇分治仙界的格局 乃是仙尊山的六大仙尊联手协商制定的 在太初仙界之中 已经维持了数十个纪元之九 一直以来 九大仙皇都是仙界明面上的统治者 可现在 却被真理仙尊一瞬间干掉了四个 全部换上了自己人 现在他们终于是明白 这仙界的秩序已经变了 如今是真理仙尊和选法仙尊二人输了算 六大仙尊共掌仙界的局面已经过去 今后是两大仙尊并力称雄的局面 而造就眼下这等局面的人 则是那个叫凌晨的小子 他虽然没有成为仙尊 可是将让仙界的格局彻底发生改变 我二人今天在此颁布法旨 今后仙界之中 再不分外来者 人著名 一介名鬼 在仙界之中 所有人皆一视同仁 享有平等之权利 叶璇也走了出来 当众宣布了一条重要决定 让众人再度大吃了一惊 如此一来 今后这太初仙界 以前的规矩恐怕都要被打破 以后就是外来者的天下了 即便是标榜的仙界 所有生灵平等 但所剩下的两名仙尊 都是外来者出身 以后外来者的尾巴 还不是瞧到天上去了 全新的仙界格局 真就要到来了 万界仙城 前往仙尊山的 终究只是极少数人 没有达到仙王境界的大有人在 他们都没有进入仙尊山的机会 只能在此地等待万界成主等人归来 其中便包括了地心众人 这一次仙尊山开启 我外来者阵容相当豪华 有生皇 金赤族皇 天邪魔皇等数位仙皇出手相助 必可在仙尊山开辟一席之地 说不定 这次晋升的新仙尊当中 便会有我外来者的一个名额 这恐怕有点难吧 毕竟我们的敌手也不弱 何况 据说他们还和死亡仙尊有所勾结 死亡仙尊 会在仙尊山开启之时 出手帮助血黄等人 成主他们的机会 恐怕十分渺茫 以众万界仙尘内的强者 正在议论纷纷 不知天地陛下 能否在此次仙尊山之行中有所收获 地心众人当中 听得这些议论 九天玄女也是美眸唯唯闪烁 他们地心众人 自然希望凌晨能够在这这次仙尊山之行中 大放光彩 甚至成就仙尊 如此一来 他们地心众人 也可以在这太初仙界之中 真正意义上站稳脚跟 有了强大的靠山 不需要再惧怕任何人了 放心 以天地的机缘 肯定会在那仙尊山之中 有所收获的 广寒天君开口说道 说不定这回儿 他已经顺利成就仙尊 再返回的路上了 虽然知道广寒天君 这话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地心众人 依旧充满期待 而对于徐若燕 林天宇他们而言 凌晨能不能成就仙尊上再其次 后者能够安全回来 才是最重要的 城主回来了 就在这时候 万界城主等人 回到万界仙城的消息 便很快在城中传了开来 回来了 徐若燕和林天宇 柳锡林等地心众人 也都纷纷走出了万界仙城 准备迎接凌晨归来 但是 最终回归万界仙城的众人当中 却并没有凌晨的身影 万界城主 北城元密 佛剑先王等人纷纷归来 但却少了凌晨 以及夏云星和叶玄三人 城主 徐若燕看着万界城主 刚想发问 却不料 万界城主却伸手阻止了他 先尊山的事情 待会让真理先尊来给你解答吧 他的眼神十分复杂 因为就算是他 也压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徐若燕他们的问题 但是 徐若燕等人 却从这万界城主的眼中 看出了一丝的不对劲 全己脸色陡然一尘 难不成 凌晨真的出事了 城主 凌晨他 莫不是出什么事了 虽然根本不愿相信 但徐若燕还是稳住了心神 想要问清楚 就在这时 万界仙城外的时空 突然动荡了起来 紧接着 两道人影便从那一片扭曲的时空中 走了出来 正是夏云星和叶玄二人 两道人影 皆散发出雄魂无匹的气息 那股惊人的气息 比起先皇层次的强者 都要强大无数倍 这是先尊级别的气息 人群中有人发出惊呼 这是比先皇强横无数倍的气息 先尊层次的气息 这下云星和叶玄二人 居然成为了先尊 他们外来者 居然一下子就冒出了两位先尊 这次我们外来者前往先尊山 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 就是原本主宰先尊山的六大先尊 西数被封印 如今执掌先尊山的两位先尊 真理先尊和选法先尊 都是我们外来者 今后 我们外来者再也不必在先界中给人当孙子了 日后原住民也彻底失去了歧视我等的资格 万界城主的声音 在整个万界仙城内外传荡了开来 话音落下 立即引得无数外来者 发出精华之声 两位新先尊都是他们外来者出身 那他们外来者还不得起飞 风水轮流转 这太初先界的格局 将彻底变天啊 第4350张新的先界格局 对于他们这些外来者而言 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利好消息 他们外来者 从此以后 可以在太初先界之中 扬眉吐气了 众多万界仙城的强者 皆是神色振奋 激动不已 城主 坏消息呢 徐若嫣开口问道 他的脸色 此刻也已是凝重到了极点 万界城主脸上的笑容陡然凝固 全集目光望向了一旁的夏云星 夏云星只是扫了一眼众人 旋即摇了摇头道 坏消息 就是凌晨他牺牲了自己 以自身为封印 封印了仙界数十个纪元的极恶之力 以及六大仙尊 此话一出 整个万界仙城内 顿时一片死急 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封印了仙界数十个纪元的极恶之力 这个他们没什么概念 不太清楚这股力量究竟有多强 但是封印六大仙尊 这听起来可就离大谱了 六大仙尊 乃是仙尊山的主宰 足足六位仙尊 代表着仙界最为至高无上的力量 然而 这股仙界的至高战力 却被凌晨一人所封印 这是何等可怕的实力 这是要逆天啊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众人中最为逆天的一人 居然不是那两大仙尊 而会是凌晨 而此次前往仙尊山 他们外来者的主角 并不是万界成主 然而 听到这个噩耗 徐若燕和林天宇 柳席林却都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整个人 宛如石化在了原地 虽说刚刚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 真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还是如遭晴天霹雳一般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偏偏是他 徐若燕忍不住郊区一阵战斗 虽说生离死别经历了太多 但这一次 是真的让徐若燕有些绝望 以前 凌晨每次出世 他都还对凌晨抱有期望 并不觉得 凌晨会这么简单陨落 可是这一次 就连他的第六感 都已经丝毫感觉不到凌晨的存在 这种不祥的预感 从几天前就开始了 凌晨 恐怕是真的回不来了 孩子尚未出生 却没有了父亲 怪我 没有拦住凌晨 夏云心一脸默然 百眸之中 流露出了深深的自责 真理先尊 这是不能怪你 一旁的夜悬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 如果没有凌晨的牺牲 我们根本无法抗衡六大先尊 这太出先界的秩序 也无法改变 我外来者恐怕将会遭遇灭顶之灾 凌晨 是以自身性命 换取了我们亿万外来者的性命 日后 希望所有外来者都能记住凌晨 这位先尊山之主的功绩 夜悬此话落下 万界成主也点了点头 我万界先成 将建立凌晨之神像 以供所有外来者供奉参拜 凌晨大人高义 我等自当永生铭记 这时候 众多外来者皆全体向着徐若燕等人公身行礼 神色肃穆 他们需要世世代代让后人们知道 能够让外来者在太出先界之中 彻底站稳脚跟的这个名字 纪念他们的英雄 凌晨的子嗣 将会是我外来者的神子 便是我外来者的真神 以众万界先成强者承默道 然而 徐若燕却只是苦笑了一生 他不想要这些 他只想要凌晨能安全回来 但他知道 这恐怕已经不可能了 仙尊山 距离仙尊山开启 已经过去了一万年 这期间 太出先界的局势已经平稳 外来者和原住民 已经无所谓身份区别 在如今真理先尊和选法先尊两人的主宰之下 仙界住民 借平实力立足 在无所谓原住民和外来者之分 原先九大先皇统治人族 三大族皇统治混沌生灵的局面 依旧在继续维持 但在原先的基础之上 却又有新的发展变化 只不过九大先皇的位置 大半都已经换人 除了生皇 海皇和明皇三人之外 北陈元密得到了雷元灵珠 成为了新的雷皇 万界成主得到了土元灵珠 成为了新的石皇 佛剑先皇得到了火元灵珠 成为了新的燕皇 徐若燕得到了暗元灵珠 成为了新的暗皇 至于血皇的血元灵珠 则给了姚天先皇 不过 血皇本就不在九大先皇之列 因此即便他并非人族 得到血元灵珠 也没什么争议 最重要的是 姚天先皇本就是生性不羁 放荡爱自由的人 就算让他加入九大先皇的统治体系 他也不会愿意 表示愿意充当一个咸云野鹤 在野之人 替两位元先尊监视先界 监督九大先皇 不过血皇没有加入 另外一位灵珠的盟友 天邪魔皇 却成为了先界的第十皇 天邪魔皇麾下的异界名鬼 遵照灵珠当初对天邪魔皇的沉默 在先界之中 划分了乱星海之地 作为异界名鬼的栖息地 并且彻底取消了异界名鬼的称呼 异界名鬼和外来者一样 皆为先界著名 不分种族群体 从此 仙界九皇共治的局面结束 取而代之的 是十皇联合统治先界 千尊山脊深处 一片混沌的空间之中 全浮着一座巨大的门户 门户之外 俨然是有着一道倩影正在守望 他 正是真理先尊下云星 自从凌晨将敌人尽数封印于门中后 他便一直守在此处 即便希望渺茫 他也不愿放弃 就在这门外 守了整整一万年 一万年如一日 一人一门 仿佛是陷入了永恒的禁止状态 一动不动 然而在这时间长河的流逝之下 那一扇仿佛已经静止的门 却突然出现了一丝松动 嗯 夏云星的眼皮默然抬起 目光落在了门上 只见得那一道门户之上 竟是缓缓地浮现出了一道光痕 随着光痕缓缓缓扩散 夏云星守候了万年的大门 竟是有开启的迹象 这是 望着竟是缓缓重新开启的门户 夏云星张大了樱桃小嘴 但下一刻 他的神色便戒备到了极点 夏云星的脸上 偶然露出了一抹戒备之色 这门里面 可是封印着六大仙尊 和仙界数十个纪元的极恶之力 此时突然松动 恐非吉兆 万一是那六大仙尊和这仙界极恶之力泄露 那他可得小心了 那恐怕并非他一个人能够应付的力量 一方面立即传讯于叶玄 另一方面 夏云星则全力催动体内的法则本源 做好应付巨变的准备 稍后 那门户上的列文越来越大 在夏云星紧张的目光当中 一道人影 陡然就从那门缝中走了出来 夏云星面色一变 就要出手 但当他看清楚从那门中走出的人影之时 脸上的表情却陡然凝固 因为那从门中走出来的人影 不是别人 却正是他魂牵梦绕之人 凌晨 第四千三百五十一章 我回来了中章 夏云星的脸上充满了惊恶 随即转变为浓浓的惊喜 眼中还有着一丝不敢相信 他不敢相信 一万年后 凌晨居然活着从门中走出来了 真的是你吗 夏云星看着面前的人影 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凌晨 是以自身为封印 融入了这座门户之中 方才能够成功将极恶之力和六大仙尊封印 如今封印尚未破开 凌晨 竟然就从门里面出来了 想到这里 夏云星不由戒备了起来 眼前的这个凌晨 该不会是伪装的吧 怎么 只是过去一万年 就连我都不认识了 凌晨笑盈盈地看着夏云星 真的是你 夏云星的瞧脸上 这才露出了一抹惊喜之色 通过凌晨的神态表情 夏云星立即就确定 眼前这人绝不是假货 真的是凌晨 毕竟外貌和声音都可以伪装 但是这种神态 却并不能够伪装得如此栩栩如生 等待了万年 夏云星终于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感 冲进了凌晨的怀里 二人在温存了一番后 夏云星方才开口问道 这门户之中 封印着六大仙尊和仙界极恶之力 两者可都不是省油的灯 你竟然可以抽身而退 继续让封印维持 维持封印 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凌晨笑着摇了摇头 花费了一万年的时间 我将自身的力量悉数剥离出身体 和门户合一 利用整个仙尊山的力量 维系封印 确切地说 现在的我 已非完整的我 他的绝大多数力量 都留在了门内 他现在这具身体的力量 实不存一 不管是不是完整的你 只要你能回来就行 下云心摇头道 就在这时 空间再度动荡 从那动荡的空间之中 俨然是有着一道身影暴虑而来 不是别人 却正是仙尊山的另外一位仙尊 玄法仙尊 叶玄 凌晨 在看到凌晨的刹那 叶玄也是一脸恶然 显然是怎么也没想到 凌晨竟会归来 怎么 不想看见我 凌晨不置可否地看着叶玄 当然不是 你能回来 乃是整个太初仙界之福 这仙尊山 可还等着你回来执掌 叶玄无奈地看着凌晨 自凌晨离开之后 夏云兴这位真理仙尊 基本都是守望在这一扇门前 当初六大仙尊执掌仙尊山时 尚且是一个个进行轮值 到了他们这里 一万年来 等于都是他一个人执掌仙尊山 让他苦不堪言 他早就盼望着凌晨能够回来 自己好解脱 这我可帮不了你 起料 凌晨却连忙摆手 与其指望我 你倒不如指望其他人 我给你一条建议 尽快安排下一次仙尊山开启 挑选出新的仙尊人选 不就可以光明正大地 为你分担压力了吗 好注意 叶玄的眼睛漠然一亮 但随即却又皱起了眉头 只是仙尊山开启有其规律 想要提前开启 恐怕并不容易 诞生一位仙尊 需要消耗极为恐怖的法则本源之力 以及仙界的气韵 如果是那么容易诞生的话 仙尊山岂不是能频繁开启 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凌晨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凝重之色 门中所封印的六大仙尊 力量越来越弱 我会先拿死亡仙尊开刀 彻底剥夺他的死亡法则本源 已被让太初仙界之中 诞生一位新的仙尊 听得这话 叶玄这才眼睛漠然一亮 如果能够剥夺死亡仙尊的法则本源 那 的确是足以让一位新的仙尊诞生 你准备让谁成为新的死亡仙尊 叶玄问道 我觉得 柳城主是最合适的人选 凌晨看向了夏云星和叶玄二人 你们觉得呢 柳城主 的确是合适的人选 夏云星和叶玄两人 接点了点头 对于万界城主这个新的死亡仙尊人选 并无意义 我准备离开仙尊山 回家看看 一万年没有回去看看 也不知道现在究竟是什么状况了 你们 暂且就帮我 照看这一扇门户几日吧 凌晨看向了叶玄和夏云 新二人 随即 便消失在了仙尊山之中 太初仙界 万界仙城 如今的万界仙城 已经分为三大势力 万界仙城 北海仙殿 帝星 这三支 皆有着一位先皇坐镇 至于佛建先皇 则是去了南域 重建了护道先盟 帝星 按皇宫之外 俨然是矗立着一座唯厄的神像 这座神像 乃是帝星众人 为了纪念凌晨而建 神像之下 几个孩童正在玩闹 其中 两个小女童 似乎正在比武 两个女童年纪相仿 实力也似乎差不太多 皆长相稚嫩 其中一个白衣女童 长得和叶玄有几分神似 另外一个年长一点的黑衣女童 则和凌晨十分相像 二人一番交手下来 最终是黑衣女童占据了一丝上风 怎么样 叶玄 你服不服 黑衣女童将对手给摁在了身下 一脸得意 我不服 起料那名叫叶玄的小女童 脾性颇为倔强 却是脑袋一歪 一脸不服气的样子 输了就是输了 你不服也得服 黑衣女童冷恒了一生 随即从叶玄手中夺过了一个小布娃娃 按照约定 这东西是我的了 林丝 你抢我的东西 叶玄立即两眼通红了起来 我要告诉我爷爷 让我爷爷好好教训你 我爷爷可是先尊 起料林丝这小丫头 对于先尊两字却毫不在意 你爷爷是先尊 我老爹还是先尊山之主呢 比你爷爷还大一劫 那又怎样 还不是死了 叶玄小声嘀咕道 你胡说 我爹没死 林丝狠狠地瞪了叶玄一眼 我爹是为了救大家 这才被关在另一个世界回不来了 等他消灭完敌人 自然会回来 也就你会信这种幼稚的话 叶玄还是想要打击一下林丝 他就是看不惯林丝的那股镜头 给他立这么多座神像 就是为了纪念你父亲的功劳 你觉得他还能回得来吗 你还是接受现实吧 果然叶玄的这一番打击 让林丝脸上再也没了笑容 死了 爹真的死了吗 他从娘胎里出来 都没有能够见凌晨一面 难道自己的父亲 真的永远回不来了吗 一念即死 林丝忍不住悲从心来 看到林丝如此伤心 叶玄也是知道自己说话太过了 连忙走上前来安慰林丝 小丝 我不是故意的 但林丝却根本不领他的情 便在原地大哭了起来 弄得叶玄一阵手忙脚乱 就在这时 一名陌生的男子 却出现在了这神像附近 小朋友 怎么哭这么伤心 发生什么事情了 陌生男子蹲下身体 关切地问道 叔叔 是我的错 我不该一时嘴歉 说小丝的爹死了 他现在哭这么伤心 可怎么办呀 叶玄向着陌生男子求助道 陌生男子笑道 人故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若是小姑娘你的父亲 死的有价值有意义 那他虽死有生 何必伤心 你说得简单 死的又不是你爹 奇料 陌生男子的这番安慰 非但没起到任何效果 反而惹怒了林丝 顿时就抬起头 对了陌生男子一句 本来 他不想理会这个自以为是 多管闲事的家伙 但等他看到对方那张脸的时候 脸上却露出了一丝疑惑之色 他偷偷地将叶玄给拉到一旁 然后偷偷地打亮着陌生男子 小玄 你看他长得像不像我爹 你爹 叶玄愣了愣 刚想说你是想你爹想疯了吧 但等他看了一眼背后的神像后 脸上却露出了十分惊讶的神色 不能说像 简直是一模一样 凌晨大人 还有个孪生地点 小丝 你有没有什么叔叔哥哥之类的 应该没有吧 林丝摇了摇头 没听我娘和欣怡他们提起过 那就怪了 叶玄继续打亮起了陌生男子 一张笑脸越来越凝重 真是越看越觉得像 太像了 你叫什么名字 林丝鼓起了勇气 来到陌生男子的面前 开口问道 虽然是第一次见这人 但他却能够感应到 自己和面前这名男子 似乎有特殊的血脉感应 这种血脉感应 凌晨自然也察觉到了 就在方才的片刻时间 他已经可以确认 面前的小姑娘 恐怕和他有着血缘关系 就在凌晨正欲开口的时候 忽然间一道冷漠而严厉的声音 却从原处传了过来 小丝 不是和你说过 不要轻易和陌生人搭话 母皇的话 被你当作耳旁风了吗 只见得从那暗皇宫之中 漠然是走出来一名绝代美妇 散发出一股只属于的 女皇的强大威压 感应到有一股强大的气息 闯入暗皇宫的领域内 来人不明身份 瞿若烟便立即赶了过来 生怕自己的女儿有失 此刻 他果然看到 这个男人正在搭讪自己的女儿 定是居心不良 然而 等凌晨转过身来之时 瞿若烟便彻底愣住了 原本凛冽无匹的滔天杀意 在此时 醒刻间烟消云散了开来 那一道让他思念万年的人影 竟然出现在了面前 让他一度怀疑 这是不是梦境 我回来了 凌晨缓缓起身 拉起凌丝的小手 一步步向着许若烟走去 本书完 这就是梦境的小手